剑桥大学有一位老教授 在又一批学生面临毕业的时候 这些学生在教室里等着他去发考卷要考试的时候 突然呢他就说我换了眼睛 就是眼睛出毛病了 自称呢失明了 就是眼睛看不见了 敬仰他的同学呢纷纷的前去看望他 教授问你是谁呀 眼睛看不见 毕业后你想干什么 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你未来想干什么 谁知道在毕业前老教授的眼睛好了 老教授说 在我双目即将失明的时候 我意志消沉 同学们看我 给了我很多的力量 我精心准备了一份礼物 那么就是我们谈话的录音 因为在今后 你们的人生旅途当中 失意迷茫的时候 不知所措的时候 你们听听你们的录音啊 因为当时有很多学生就跟教授说 我大了我一定要怎么样 教授你放心 我一定给你争取 我一定怎么样 但是人随着时间 随着社会 随着事件的变化 慢慢都会失去 慢慢都会失去和自己真正的勇气和自己真正的很多的东西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学佛人也是这样 开始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 我一定好好修 我要一事修成 我要到天上去 没几天 没几天 天道没上去了 经也不念了 所以 学佛人当一段时间后 失去对 学佛的信心的时候 就要 常常的回忆 自己 常常回忆自己 我们的初始心